泰国红山军与政府的对峙仍在继续当中 那么这次危机究竟能不能和平收场 是否会再次发生更加惨痛的流血冲突 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南亚东南亚所的博士楚浩 楚浩你好 泰国总理阿皮士昨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看到他是明确表明 这个不解算国会 可以说是明确拒绝了红山军 要求和平谈判的条件 那么也听到消息说 说泰国军方可能会在两天之内动手 要强行的驱赞这个示威者 所以你觉得是否有可能 真的会爆发新一轮的冲突 从目前形势来看 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进一步加大了 那么这包括两个层面 首先是红山军与政府的矛盾加深 红山军方面 红山军领导人昨天表示 他愿意接受议会下议院三十天内 解散的这么一个局面 而另一方面 红山军又加强了做武将斗争的准备 政府方面 RPS总理 RPS总理 RPS总理你说 有强硬姿态宣布将进一步加强对这个红山军的武装围剿 那么另一方面 他又宣布将进行社会改革消除各种社会的不平等 至于泰国形势将走向何方 我觉得这取决于泰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 那么当前 红山军暴力吸引增强 政府驱散压力加大 三月份的时候 红山军就已经开始准备进行自治武器 所以四月份的时候 红山军不仅抢夺了 好 好的 出话 谢谢 谢谢